卧槽 我看到了什么 三轮车飞起来了 谁这么缺德呀 怎么把车停在这里了 这里是消防通道的 难道连这都不懂吗 科目一百考了吗 就是 这下可麻烦了 竟然让救护车过不去了 再求救的家人应该很着急了吧 这下好了吧 占用消防通道 可是要处罚500元以下的罚金 让他乱占用 你说什么呢 你看到那是什么车吗 买巴赫一千多万的 他会差你那几百块吗 就是 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不通不扬呀 能开得起那车的 还在乎那点钱吗 这是谁乱停车呀 把通道都堵住了 真是造孽呀 病人情况紧急 时间拖不得呀 黄师傅 不然我们试试看 能不能把这车撞开吧 把医生说笑了 这可是卖巴赫 价值应该不低于一千万吧 虽然我也想救人 但是我这一撞 先不管对错 一个处理结果不好的话 我人都要赔美了 白医生 病人家属又开始打来电话 情况紧急 我们得马上过去 快给这车主打电话 已经给车主打电话了 他说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赶紧联系拖车 车主要是没到 就把车拖了 好的 不过先不说拖车来了 看到这辆豪车赶不赶拉 到这里应该也要半个钟头吧 那时候可能病人都凉透了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围着这么多人 有人乱停车 挡住了救护车救人 而且主要的是乱停车的 还是一辆超级好车 就没有人赶上去把那车给撞开吗 这可是见义勇为的事情啊 怎么就没人做呢 要是我有辆车 我肯定把那车撞飞 可拉倒了吧你 谁愿意没失找事 搞得好的 给你搬个锦旗 给你点奖金 搞不好了 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要不我去撞看看 兄弟好样的 赶紧上 我给你鼓掌 兄弟你记得鼓掌哦 这是给我的动力 你一个破棄三轮车的 你要去撞他 先不说你撞不撞的动他 你知道那是什么车吗 那可是卖巴赫 千万豪车呀 兄弟你要慎重呀 他还真撞呀 这小子够虎 但是可惜了 三轮车就是三轮车 哪里能撞得动豪车呀 咦还撞不动了 我就不信了 我生气了 那两位白衣天使 你们后退 我要放大招 啥放大招 开启动力模式 卧槽我看到了什么 三轮车飞起来了 那是什么三轮车 我也想来一辆勾宣呀 那麦巴赫被撞翻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伙子 谢谢呀 帅哥 你好厉害哦 有空可以来找我呀 我可以帮你爸爸麦 你们赶快去救人吧 别耽误了 大家快上车 马上出发 我的车 谁把我的车弄成这样的 我要让他赔到裤衩都不剩下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要怎么让我赔的裤衩都不剩下的 三轮车 编织袋 臭收破烂的 是你撞我的车 你那破车还真不精壮呀 还被我这一辆破三轮撞得底朝天 你还笑 等一下就有的你哭的了 这辆车可是麦巴赫 买的时候是1300万 我直接把我的麦巴赫撞报废了 你准备好赔钱就行了 那年轻人竟然只是个收破烂的 虽然是见义有为 但是也给自己惹得一身麻烦啊 谁说不是呀 虽然对方有错 最多就是被关几天罚点钱 但是他直接把人家车撞个底朝天 这车的修理费 就能让他这辈子玩完了 我说你乱停车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这不就是要来挪车的吗 刚才救护车 都顾不去你知道吗 要不是你开的是豪车 别人早就把你的车 推倒在地上了 就是呀 他们都知道是豪车不敢推了 你还撞 我就是专门撞豪车的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管你是什么人 开豪车就得有开豪车的素质 如果连那点素质 都没有你就不配开豪车 我想开就开 关你什么事情 你想怎么样 当然不关我什么事 但是救人可比什么重要 你这么久才到 可能一条生命就跟着你走了 他人的性命与我何干 又关你什么事情 生命是无价之宝 不应该为任何轻视 虽然你开了辆破豪车 也容不得你亵渎 给你脸了 一个臭收破烂的 给我扯什么大大道理 你知道我什么学历吗 我是博士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这么厉害吗 吓到了吧 还有你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我可是W集团的副经理 年薪几百万 你是不是吓到了 一年都能顶你一辈子工资了吧 说起你那可笑的优越感吧 不就是年薪几百万呢 不就是有个高学历吗 不就是开这辆好车吗 至于你优越到 都忘记自己是谁了吧 你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看这情况这车修理嘛 没个三四百万是修不了的 我说你说话就说 你可别弄我的车 我这三轮车 可不是你那破车能比的 你要是弄坏的话 那真的 可能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的 就你这破车 系统开启 三轮车分解模式 你干嘛呢 你这破三轮也才不耐碰了吧 我就剃一下就散架了 你完了 你知道这辆车多少钱吗 能有多少钱 不就是一辆破三轮 你把我的车赔了 我就赔你一辆新的 行 不就是一辆麦巴赫了 我也赔你一辆新的 多少钱你说 一千三百万 手机拿出来 某宝刀涨一千三百万 哦 哦 哦